看看这个女孩是怎么打造人设的 她将教室的马峰盖住 拿出纸片垫在下面 随后走到窗边 温柔地将马峰放生 女孩名叫爱马 就在这天早上 她亲眼看着家里的宠物猫 在泳池里垂死挣扎 内心却毫无波动 到了学校却装成了一个乖乖女 她很享受这种伪装 爸爸也以为自己的女儿天真善良 老师评价她是自己见过最乖的学生 就是性格太过安静 不愿意和人交朋友 课间一个女同学戴了一块好看的表 周围的人都在夸赞 爱马却因为关注被抢走心生嫉妒 结果就在玩耍的时候 故意将她撞倒 事后还假惺惺地走过来安慰 在福特的时候将手表偷走 殊不知这一切都被老师看在眼里 老师没有当面揭穿她 这一天是学校的颁奖典礼 爱马盛装出席 红裙子黑皮鞋 加上白色蕾丝蝴蝶结 她看起来像是一个高贵的公主 爱马端坐在台下 盯着那个她期待了很久的奖牌 然而老师念出的名字却不是爱马 而是她旁边一个平平无奇的男孩 全场欢庆鼓掌 爱马脸上的笑容却渐渐消失 她用皮鞋敲击着地板 满脸的不服气 事后老师找到了父亲 向她委婉地解释了事情的经过 说爱马有些不同寻常 正是因为偷表事件 才取消了爱马的获奖资格 家长会还在举行 两个小孩却偷偷地逃离现场 正是爱马和男孩 她骗男孩说 附近有处景色很棒 结果两人来到了悬崖边 爱马死死地盯着她 看着男孩身上的奖牌 眼神极其恐怖 片刻之后 只有安娜一个人回来了 突然远处传来孩子们的惊呼 悬崖下的水流 飘来了一具尸体 正是消失了很久的男孩 尸体完好无损 唯一缺失的 就是胸前那块奖牌 这个九岁的小女孩 来参加同桌的葬礼 周围一片哭声 她脸上的表情却很冷漠 她来到父亲的身边 立马变得悲伤起来 回到家里 她像个没事人一样 快乐地吃东西看书 同桌生前 见的最后一个人 正是爱马 然后就从悬崖失足 落水而往 没有人怀疑爱马 父亲也只是觉得奇怪 他认定男孩的死 使得爱马惊慌过度 才会有异常的剧动 这天 警察和老师上门 说明了对爱马的怀疑 爱马躲在一旁偷听 发现老师一直在说她的坏话 于是故意打碎玻璃罐 让自己受伤 吸引父亲的关注 父亲果然顾不上老师 要送爱马去医院 爱马自以为做的滴水不漏 却正好被保姆发现了她的秘密 在这之前 爱马就对保姆充满敌意 这个女人一直试图勾引她的父亲 还旁敲侧击地打听这个家庭的情况 甚至偷偷拿走卧室的药 爱马抓住她的把柄之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说出来 而是利用这件事情 指使保姆为她做事 而现在 自己也被保姆威胁 两人决定互不揭穿 在父亲面前装成其乐融融的样子 可爱马发现 老师还在暗中调查同桌的死因 并把矛头指向了自己 她的眼神变得阴暗 又开始思考如何清楚障碍 这天 老师开车回家 一个马蜂突然爬到自己的头发里 险些酿成车祸 他打开车窗 让马蜂飞出去 却没有发现 车里不仅仅是一只马蜂 而是一整个马蜂窝 等人们发现他的时候 早已车毁人亡 与此同时 保姆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发现了爱马床底下的奖牌 晚上 父亲回到家 爱马过来问号 却看到奖牌摆在床头柜上 他慌忙拿着奖牌想要藏起来 却被父亲抓个正着 父亲发现这个奖牌是男孩的 心里十分的崩溃 他质问爱马 是否和男孩的死有关 爱马则谎称 奖牌是玩游戏的时候赢的 父亲自然不相信这种浅显的谎言 但是更不相信 自己的女儿会杀人 女孩正对着镜子练习微笑 用来保持自己的伪装 她长着一副 人畜无害的天使面孔 内心却比恶魔还可怕 父亲看着不对劲的女儿 无奈之下给她找了心理医生 两人去拜访男孩母亲的时候 得知老师不幸去世 爱马突然十分伤心 可父亲分明记得 爱马说过 她讨厌那个老师 回到家 她在后院做木工 发现家里一直挂在墙角的马蜂窝 离奇消失 果然连老师的死也和爱马有关 面对心理医生的质问 每个问题爱马都对大如流 她说男孩死的时候 自己哭了整整两夜 表情真实的让人忍不住动容 爱马用真实的演技 成功的骗过了医生 听到医生的诊断结果 父亲长输一口气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这天父亲有事外出 爱马把保姆一步步引入地下室 突然 卷闸门被关上 保姆召集的呼救 一阵大火燃起 周围的汽油罐炸开 而在地下室的窗外 爱马正阴沉沉地看着他 仿佛意识不到 自己正在杀人 保姆一拳打碎锅里 却因为空气的进入 立马引火上身 看着保姆被活活烧死 爱马却得意地笑了笑 得知家里找回的父亲匆匆赶来 看见女儿没受伤 庆幸地抱住了他 半夜 父亲思量过后 决定来找爱马 想要他说出事情的真相 这一次爱马没有逃避 而是说出了所有的罪行 承认这一切 爱马终于崩溃了 说出了心里最真实的诉求 父亲看着哭泣的爱马 不忍心带他去警局 俩人来到乡下的小木屋 准备避避风头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罪恶感在他的心头越积越深 看到抽屉里的枪支之后 父亲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他要杀了爱马 然后再自杀 他将放了安眠药的牛奶 递给爱马 爱马仿佛提前预知了一切 将两个杯子互换 等父亲昏睡之后 爱马用父亲的手拿起枪 伪装成自杀的样子 随后轻轻地说了一句晚安 枪声响起却打歪了 父亲被惊醒 他抢过枪支 想要杀了这个恶物 爱马则抓起手机狂奔 拨通了警察的电话 一边跑一边大喊 随后躲进浴室 锁上门 坐在地上哭泣 父亲踹开浴室的门 拿枪指着他 这时邻居听见枪声赶来 看到的就是父亲要杀女儿 在父亲开枪之前 先一步打死了他 爱马最后被姑姑接走 姑姑抱住惊慌的爱马 然而女孩的脸上 却浮现了一抹诡异的笑容 电影《坏种》 以青少年犯罪为主题 全篇没有什么恐怖镜头 可女孩的一举一动 都让人不寒而栗 人生来就会做坏事吗 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吧 无空闹电影 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